由這幅圖看電影 這幅不是真正的圖畫 這是電視劇重組的圖畫 真正的意外發生在1990年 一架英國航空機 British Airways的飛機 在大約18000呎高空 突然前面擋風玻璃飛走了 擋風玻璃飛走了 將機師索出飛機外面 幸好有一個服務員入機艙 一手抓住飛機師的對腳 因此服務艙的服務員 擋了二十分鐘 直至乎機師把飛機在Southampton降落為止 這件事就是 這個機師在18000多層高空 突然間彈出飛機外面 大家知道氣壓會很不同 溫度會很不同 整架飛機肯定還有一個非常惡劣的狀態 後面的乘客 雖然有人幫忙 但有一個人在前面 拉著飛機師 對腳等等等等 但很多人會覺得 如果如果機艙裡的服務員 是放手的話 飛機師會怎樣 第一肯定 飛機師一定會沒命 而它會被氣流衝進去 可能會撞進引擎裡 或者撞到飛機的尾翼 或者飛機其他地方 對飛機造成更加大的傷害 飛機的生存能量會減低 所以這20分鐘握著腳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英勇的行為 飛機師本身怎樣 可以告訴大家 飛機師生命沒有大問題 受傷必然 面部有很多動瘡 包括其中一隻眼 而失明 肩膀也受損 但無論如何 不是迫及收場 而是起格收場 機師本身 在這次意外之中 並沒有喪命